好幾名救難員在瓦礫堆中拿著單架 有人小心移開石塊 將一名十三歲的男孩救出來 塗墟強症進入第十天 類似的奇蹟持續發生 土國重災區哈泰省 一名女子跟兩名孩童 被活埋兩百二十八小時之後 終於獲救 但實在受困太久 已經不知道今天是幾號 她問過第一次 救救人員是 什麼天 症候超過十天 但除了救人 一場天災 讓土國人民的家園 毀於一旦 你看到人們在街上 十多城市 都在地上 煙 砂漆 中災區安塔吉亞九層以上房屋都被毀壞 整座城市一夕間以為平地 民眾流離失所加上道路中斷 物資運送必須仰賴直升機 跟其他民房一樣 醫院也沒逃過倒塌命運 傷患持續增加 當局派出醫療船加入支援 不但收治傷患 同時更迎接新生命誕生 也為土國民眾在絕望的時刻 點燃 意思希望 戰力新聞重寬報導